台东疫情还是持续延烧 在2月3号有新增了25名确诊者 经过疫调结果初步推论 小吃步案延伸7例人数是最多的 其他包括了成功活动足迹有4例 4例同车出游 3例区隔确诊 还有零星接触染疫个案 台东县今年累计的确诊人数有204人 匡列了732人 台东县23号新增25名确诊者 CT值介于13.4到32.3之间 其中小吃步感染链扩大 有7例20多岁确诊者 4月16号17号前往消费 且部分个案有好乐敌足迹重叠 酒吧1例为4月17 18号前往消费 1例是台东军人到外县市受训 因为同请室友确诊而染疫 时尚家庭案则新增1例 另外有一行4人同车出游确诊 目前感染源仍待厘清中 因应确诊足迹广部 台东县政府开设市区快筛站 截至23号中午为止筛检543人 22人快筛阳性 PCR裁剪三阳二一 其余17人安排裁剪中 疫情持续延烧 卫生局也呼吁民众要接种疫苗 强化自身保护力 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保护家人 这里是大大会台东市报道 意图出这是十分之一好 接着国商学生理宫 对于 Wet n畢生的虚众 大会地毫众中 务第一扇判证短所 当然还曾经出了 参加小短起来的 对于哪个大复的 对于保护家人